嗨 大家好 我是志遠 最近有一部戲呢 在第三集的時候 就達到了2022年韓國收視第一名 這部神劇就是《才罰架的小兒子》 在戲裡面由宋宗基主演 那我在看著看著看著 因為這部戲我實在是很認真的來看 因為真的太好看了 然後宋宗基真的在裡面真的 太帥 太帥了 然後我就回想起來 就是宋宗基的髮型 真的在每一部戲裡面變化都非常大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 宋宗基從《太陽的後裔》 到《黑道律師》《紋身座》 直到現在的《才罰架的小兒子》 他的造型、髮型跟劇情裡面 做了什麼樣的細節對應吧 在《太陽的後裔》裡面 宋宗基在裡面飾演的 就是一個暖男軍官 就是一樣維持他超級帥的臉蛋 然後他的髮型 關鍵的重點在於 他的碎蓋瀏海 我覺得他的髮型 讓他在劇裡面看起來比較陽光 而且又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你會發現他沒有刻意的 把兩邊推得很光 因為推得很光的時候 就會感覺這個人比較銳利 比較陽剛 那宋宗基剛好就避開了這一點 讓頭髮只是呈現俐落 而且短短的服貼在頭髮上 然後瀏海就是碎蓋瀏海 是一個關鍵 露出眉毛跟額頭 讓臉大部分的面積露出來 會讓人家感覺 顯得更有精神一點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黑道綠絲紋身座 宋宗基在裡面就是你知道 不斷的帥帥帥帥帥帥帥 其實他每一部片 真的就是帥到極限啦 在這部片裡面 你可以發現他的頭髮 是完全的把頭髮往後梳了 他大概有一種 三七分的梳法 那他另外一邊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髮流 都很明顯的往後梳 他是一個後梳的瀏海 而且是比較有光澤的感覺 你看 他的兩側一樣沒有推光 但感覺上應該有把頭髮 稍微燙得比較貼一點 那他長度也留得比較長 他前面的頭髮應該也有超過眉毛 那他後梳的感覺 就會讓他覺得 勝意感十足嗎 就是那種 我覺得也是那種 酷鏡跟帥鏡爆棚 在這部戲裡面 你可以感覺到 他要提現的髮型 就比較不是那麼暖男了 就是比較 酷鏡跟帥鏡多一點的感覺 而且你會發現 像這樣子的油頭 除了他的分線很乾淨以外 他梳的線條也都是非常乾淨的 在劇裡面 也有另外一個造型的出現 就是他有讓瀏海 稍微再放下來一點點 稍微放下來一點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他人就稍微再變得更好 跟更溫柔 但是他的另外一邊 真的就是他這部戲的招牌 他的頭髮都是往後梳的 所以他這部戲 其實也是讓 臉大部分的面積跑出來 但是因為利用了 這些頭髮造型的線條感 讓人變得比較 更剛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送中期 還是一個娃娃臉吧 但這樣子的髮型 真的讓他娃娃臉 大幅的降低 但酷鏡真的是 不斷的攀升 接著我們要講的是 最近真的是 紅到發瘋的 才拔架的小兒子 那這個裡面髮型設定 就變得比較複雜 因為他有一點 你知道前世今生 也不算前世今生 不過有看了 你應該就能懂我在講什麼 那裡面的話 我個人認為 他走了非常多髮型的路線 第一個 我們先講前世好了 一開始他在讀書的時候 跟剛出社會的時候 其實在裡面 我在猜送中期 在演的時候 時間線應該都是一樣 所以他都是用同一款髮型 用不同的造型方式 一開始他在學生的時候 就是比較窮的那個時期 他會刻意的把瀏海 吹得比較膨一點點 讓眉毛稍微露出來一點 但是又有一點厚厚的 然後他會戴著一個圓圓的眼睛 讓整個人的感覺 比較有一點 呆呆朦朦朦 笨笨的 然後他出社會之後 就到了大企業工作嘛 在前世的時候 他就比較經常用到一個 八二分油頭的感覺 然後旁邊稍微掉下來 就是一個 你知道 給人家有一種認真打拚的上班族感 而且在這個造型上 都會是有一點點 濕潤感的感覺 然後吹幾個瀏海 可能感覺上就很像是 就梳完頭 然後你知道趕車 然後頭髮又掉幾個 下來那種隨性感 那在前世的時候 大部分髮型都這樣 那至於下輩子 其實他也沒有真的下輩子 但大家看了你懂 你懂 你懂 你懂那個下輩子吧 在下輩子的時候 因為他就轉世嘛 就變成了一個 超級有錢人家的小孩 那這個超級有錢人家的小孩 直到大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的頭髮都是比較 維持厚厚的低層是 八二分 微微的露出了額頭 但是都會有一種 厚重瀏海在前面的感覺 而且你會發現 他在裡面是不會刻意的抓頭髮 我自己覺得 他在裡面有一點像 一隻小鹿 給人家那種沒有攻擊性 然後沒有那種 強烈的那種企圖心 因為他在戲裡面 其實就是扮演著一個 你知道小兒子 就最小的那個 雖然他非常厲害 非常聰明 但是是一個爺爺愛護的那個小孫子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他在裡面有刻意的營造 他是一個溫柔 而且沒有企圖心 沒有攻擊性 雖然他真的是 在裡面是蠻猛的一個人 但是他的髮型 就是讓人家覺得 哇 你對我沒有傷害 那在這裡 你可以發現 他的髮型幾乎沒有做任何造型 都是把頭髮吹得比較 順順的 而且比較服貼的感覺 偶爾露出一點點額頭 但都是 你知道 有一點厚厚的 導致我現在 現在也有一點想要留那樣子的髮型 就會覺得比較 可愛一點點 如果你是想要走那種溫柔感的男生 應該可以嘗試看看 以上就是送東西 在這幾部戲裡面髮型的重點 大家有沒有覺得髮型跟那個人物的感覺 真的超超超超級重要 但換個角度想 我們很常在尋找什麼樣的髮型 能適合自己 其實 跟人設真的有很大的關係吧 你看彩拔家的小兒子他多狠 但是還是讓你覺得他是一隻小兔子小鹿 沒有耶 真的是 你要給人家什麼樣的感覺 你可以去探究一下 什麼樣的髮型放在你身上 能呈現那種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我自己真的是非常在意戲劇裡面的髮型的細節 因為我真的覺得髮型可以 你知道 把那個人物的靈魂真的徹底的 站上跟拉出來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想要看見更多髮型介紹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記得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你的髮型師資源 下支影片見 掰掰